Hello AM730的讀者你们好 我是阿芝卓允芝 未来7月中将会在西九戏曲中心 有我全新的一个show 希望到时大家可以进去笑一晚 亦都给笑声所有的感慨感动包围着 我们找回人和人之间的连结 对上一次talkshow是2018年 1819、18年尾、19年头 你想想多久 整个时代都改变了 每一个show都有一个初衷 你为什么这么想做这个show 我说我真的很想说 因为我不停抓住朋友 然后逼他们听我说 同时觉得隔了几年自己ready 突然有一种感觉 我想我准备好上台去说 是离婚之后第一次去旅行 所以你想想 那个心情一开始就很开心 就是哇 我喜欢一个人拿着自己的生命在手 要去玩 然后我就跟朋友两个人一起去旅行 然后我们开始了一个灾难年年的旅程 我们的旅程又差点死了 然后又差点回不了首都 然后原本最想去看那个东西 结果看不到 就是不是吧 好像天空玩你 突然间 有一天我一个人在楼下喝一罐啤酒 然后 为什么这么多拔恨年年发生 然后 突然想起 如果来做talk show 搞得挺好 然后开心一点 所以这个表演里面不是只是说一个旅程 它都会flashback很多不同的 小时候的事情 香港不同的文化的部分 那个是牵涉一个思考的过程 它慢慢一步一步地解开 我甚至知道 我自己的某些性格由来 想起自己小时候 我妈妈 我的其他家人 我和我家人的关系 全部都是环环紧扣的 你经常上网看到 人有几个阶段的情绪慢慢消化 你首先有否定 然后有什么愤怒 然后有和解 然后我发现全部都是真的 真的要时间 时间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虽然我知道在很负能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很想尽快离开那种负能 但是我觉得唯有是时间 对自己的一些耐性 那样东西才可以慢慢升华 变成一种 未来推动你的动力 而不是一个单一的不幸事件 差不多一半 其实就是一个最好的位置 去看看以前自己是怎样的 有什么想改变 有什么已经很清楚知道 这个就是我喜欢的追求 我的热爱 有什么是其实你都试过 然后发现其实你根本不喜欢 我实际上年去送院途中的影展 去都很迷的 几个月不停地飞 你是不是很短时间飞很多地方 然后任何时候都要设计 访问 然后你不是开始搞不定自己睡觉 因为你还没睡觉完 你再去东岸 你还没睡觉完 你再去东岸 你还没睡觉完再去欧洲 然后我正常回来香港 真的停了 停到一个位置 其实回来一个月了 我还是晚上起床 睡两个小时就会醒醒 然后坐在那里哭 我知道我睡不睡 我知道我睡不睡 然后哭我怎么好 然后那个人越来越提不起劲 是真的会想起一旁 整个性格性情 是会突然自己坐在那里 我觉得我真的一个朋友都没有 是真的这样想的 于是我就静静悉悉 开始去搞一下自己的人生观 其实我真的觉得快乐就是赢的了 只要你快乐 你就可以赢回你的人生 如果和自己过意不去的话 就算你的人生有多美满 你也是大输的 不要一个案子就打残了所有的事情 你和一个女孩拍拖 结果意见不合 你不可以说所有女人都是混蛋 你结婚 结果离婚 那你就不可以说婚姻制度就是垃圾 这不合理 你不可以 如果是这样做人应该是很不幸的 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人 我觉得很珍贵 因为有时看到自己不同的面向是很重要的 其实我觉得两个人相处的生活细节 全部都是皮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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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两个人没有了一种感觉 你就可以捏捏那些相处 捏捏那些褲子 捏捏那些褲子 放在地上 它有什么蜜 外的时候 全部衣服都在地上都可以 不外的时候 一对蜜在地上都会插爆 插爆 插爆 如果你身边有另一个人 他很重要的 他会说最坦白的一句话给你听 所以有时说话很难听 因为那句话太白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责任的其中一部分 除了你管家 你令到他的生活可以健康 之外就是 和支持对方 无论什么都好 支持 支持最底 支持最后 一定会说真心话 不是眉猛地叉眼 一定会 一定会把最坦白的笑话 告诉对方 用谋众方式 因为我觉得有时 两个人在马齐 如果是可以去到这么亲密 其实最好就是因为 这个人是可以 无条件地向你坦白 其实到现在还是很友善 我觉得对我来说 我自己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 没有怀恨感 我经常都有个笑话 就是在朋友之间 我会这样说 我们两个对对方的仇恨 是少过 市面上任何成功的婚姻 是吗 成功的婚姻 里面一定会有些仇恨 现在我们对对方 基本上是零 这样 我也有跟他说 起码我们 没有写Facebook 骂大家 他说是 没错 也没有试过在法庭 objection 不行 我要告他 大家都还是住得很近 然后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忙 现在还是这样 现在还是这样 我现在最麻烦的是 我给他一个湯 他拿了一个湯壺 之后不还花湯壺 给别人 好恨 那些男人经常都是这样 湯壺给花我 他说是湯壺 不是呀 你不给我湯壺 你下星期不会有湯油 你明不明白 我不可以无限地买湯 哈哈 请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一下小钟